英国脱欧的剧本越拖越久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星期二表达了他的强烈不满 他认为欧盟不应该成为英国内部政治危机的长期人质 同时表示欧盟应该重点去强化单一市场的良好运行 而至于英国人如果他们不能够拿一个决定的话 就算是默认去选择无邪议脱欧了 如果我们的한� tan平几 proven, kalau Amy乐�ουν对其他人 Bond 不能够做一个 Great button 体勾成一总装多 把它移ić同时,他在确实说 ńLife有中选择并松失 agreement 而我们不能不断抗争在两位了 这里有位自然而立引起来 沟族itos必须能够外迟的良好써暂 pelvic 的确从4月3号星期三开始倒数的话距离英国五协议托欧只剩下短短的九天 英国首相特雷沙梅在四个月之前和布鲁塞尔方面达成的托欧协议在英国议会面前三战三败 而议员们自己贴出的四项提案在上一次八项提案被否决之后再一次被判了死刑 其中就包括本次英国工党风向大变转而支持英国去实施的挪威模式 所谓挪威模式指的是像挪威一样虽然不属于欧盟但继续留在欧洲的单一市场当中 但是挪威模式有它自己的问题其中最大的弊病要属要缴纳大额的分摊金 但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话语权 这也是为什么英国议会没有批准这项提议 同时被否决的三项包括离开欧盟但是保留欧洲的关税同盟 或者举行英国的第二次全民公投再或者直接断掉英国的托欧程序 总而言之面对所有的可选项英国议会选择哪一项都不选 英国首相特雷山梅则在星期二的晚间长达七个小时的部长会议之后表示 将和英国的工党携手力图保证无险议托欧不会发生 同一天欧盟的脱欧谈判首席代表巴尼尔表示 他自己希望英国和欧盟之间达成协议之后再分家 但事实上每一天我们都距离英国无协议托欧越来越近 巴尼尔提醒人们事实上英国的政府和布鲁塞尔方面早在四个月之前 也就是2018年的11月25号就谈妥了托欧的协议 是英国人自己后来又不满意这份协议 反反复复的在英国议会上去否定它 巴尼尔认为如果英国人还想规规矩矩矩的托欧 就要按照这份已经达成的托欧协议来走 如果对这份脱欧协议不满意又想拖延时间 就要拿出确凿的证据来支持拖延时间的理由 如果对这份协议不满意又拿不出证据来拖延时间 那么英国人面对的只有一种结果 那就是无邪议脱欧